一个四岁的男孩原本应该在骨髓移植手术 这样算下来前前后后起码要准备五十多万元钱 然而这对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那时候说到医院大夫就问我 他说你最少的准备五六十万吧 我都问没有 小李宝的家境十分贫寒 父母均是农民 家中没有经济来源 为了给孩子治病 李宝的家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小李宝一次化疗就得一万多元钱 爷爷省下的钱无论如何都不够给孩子治病 无奈之下 小李宝的父母只能向亲戚朋友借钱 所有的亲戚具体的就是 孤儿的姨姨姨呢 老爷爷呢 其实那个 所有的亲戚都打过电话都借过 都借过家 我们给他出了四十多万元家 给亲戚朋友借了四十多万元家 就上了个 然而这一点钱对于小李宝的病来说 仍然是杯水车薪 几次化疗下来 钱就所剩无几了 十多万就化完了 就是前期打四个疗就化了 化了十多 就是将近十一万 十万多 到了这个时候 能借钱的地方都已经借过了 全家人就商量 不如把房子卖了 给孩子治病 有一个一般平米的房子 在李宝特生病的时候 为了出钱 都卖掉了 卖的价格合适吗 价格 还挺低的就是 在痛苦的煎熬中 孩子渐渐的长大 2007年 小李宝刚购完一岁生日 医院那边就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大夫说就是那个 配型找到了 不过我们也就和他爸挺高兴的 骨髓配型找到了 也就是说 可以给孩子进行骨髓移植手术了 在经历了一年多的痛苦之后 小李宝的父母终于看到了希望 然而 瞬间的兴奋过后 小李宝的父母却又失望了 说那个医植的费用需要 25万左右 这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个千文所作 前后一年多的时间 给小李宝治病 已经花去了20多万元 这时再向亲朋好友借钱 一是张不开口 二是亲戚朋友也没有能力 甚至不愿借给他们了 当时我就是钱花完了 再向亲戚朋友不可能再借给你了 因为孩子需要一大批费重 所以我们有办法 结婚的时候就是 想一死百了 不过看着孩子 没人管他们 一死百了 这或许能让大人解脱 孩子总不能就这么不负责任的丢下孩子 一般情况下 如果不是直系亲属 要想找到合适的配型 概率很低 但是小李宝很幸运 找配型很顺利 可是手里边没有钱 做父母的干着急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 小李宝的父母才真真正正体会了 什么是有劲使不上 什么是走投无路 怎么办呢 是放弃还是治疗 小李宝的命运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有了合适的配型 孩子的生命就有了新的希望 这样放弃实在太不甘心了 思前想后 小李宝的父母觉得 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 那就是找媒体帮忙 为了求孩子吗 啥爸爸都想 打电话 打那个新闻人线吗 就可能 打了新闻人线 那一块的频道 我写着就像 于是小李宝的父母给河南电视台 法制频道 法制现场栏目打了一个电话 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 第二天电视台就给他们回复 并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小李宝的事情报道了出去 第二天那个电台给我 那记者回电话 回话 说想帮助我们 然后就那个第三天嘛 就哪个啥 就去那个拍到哪个画面嘛 送我电视 就在小李宝的父母为手术费和治疗费一筹莫展的时候 通过媒体的报道 第一笔善款很快就到了他们的账户上 送电子以后就是那个 郑州的一位那个好心人就爱心人士 就给我打电话了 那个 现在捐了五千块钱 可是 尽管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打来电话 愿意对小李宝进行帮助 然而 捐助的善款 却只够维持保守治疗 你准备钱 抽包的钱 就是 大夫订了一个 就是维持化疗 如今已经三年过去了 由于凑不到手术费 李宝只能靠做化疗维持生命 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病痛折磨之后 小李宝与其他同龄孩子相比 要董事坚强得多 看着董事的孩子 大人们的心中更增添了几分愧疚和伤痛 正当整个家庭陷入困境的时候 河南电视台再次传来好消息 说有家公司要为他们策划一个义卖活动 义卖的钱拿来给小李宝做手术 他就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李善德 李善德也是贫困家臣出身 白手起家 在创业过程中也曾遭遇过很多的困难 他深知其中的无助和无奈 我本来呢 也处于一个 一个贫困的家庭 我感受得到 比如说读书没钱 我想读书 还有 多病的时候 没有医药会 没有人帮忙的那种无伤 所以 当他知道小李宝的事情后 尤其是看到可爱的小李宝的时候 他感觉到自己应该义不容辞来帮助这个困难的家庭 他怎么这么可爱一个小孩子 看见他活蹦蹦 精神很好 蹦蹦跳跳蹦蹦跳 他怎么会得到这个病 那个时候我看见他 我还说 感动 那个时候也没有推迟 2010年3月13号 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法制现场栏目 对义卖的活动做了现场报道 同时 影星施小龙听说此事后 也专程从云南赶回来 参加这个义卖活动 并捐赠了5万元钱 施小龙的到来 把全场气氛带入了高潮 你帮助了别人 你自己也会开心 你也会感觉很快乐 每个人一点点力量 那大家觉得力量确实是巨大的 李宝的故事感动着现场每一个市民 也感动着每一位小朋友 在现场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这里献爱心 让小李宝的父母更为感动的是 活动现场捐赠了13万元后 李善德先生看捐款数额不够 又主动拿出了12万元 你不可能说 卖了7万块钱 你就给7万块钱 剩下一点点才能把事情架在脑 这个事情也送不过去 第一次李总在那郑州搞一脉 就是捐了3万多 第二次捐了9万多 再加上各界好多好心人的帮助 一共就是13万多过去 第二次我还差就是12万 后来那个李总就是那个 突然说出了一个好消息 剩下的钱就是由他拿 他错了 至此小李宝所需的25万元手术费用 已全部抽起 心情特别激动 感觉他就是李宝的生命 能看到的那个就是一丝数码那种 就是有了新生命的那种 有了这笔手术费 小李宝将很快能够进行手术 手术之后 小李宝就能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 健康快乐的生活下去 小李宝是个可怜的孩子 刚几个月大就 还在姚建民手上时 打火机 戒指 烟火 手机 这些能够反光的东西 都成了他手中的出签工具 而现在他不借用这些东西 依然可以准确地知道牌的点数 这些咽的也可以 看看 把这些 看好 底盘 高 高自己 对 可以啊 什么 什么 皮带 皮带 姚建云这次使用的秘密武器 是一个高科技产品 这是姚建云与人玩牌的房间 而在他们的隔壁 则还有他的同伙 就是他在遥控牌桌上的姚建云 他是被姚建云称为赌王的人 名叫老江 人称矮子 他利用一个电脑软件 就控制了整场赌局 玩牌的姚建云 只用了一个藏在手机里的摄像头 还有一副微型耳机 就知道了桌上整副牌 都是什么点数 这就是现在的高科技产品 高科技的比如说监控 摄像头这里的 縫外线的这样的 通过镜头传播给你的 这是所谓是比较高科技的 那我们要在这牌上做文章的 叫做这是密码牌 就是所谓的密码牌 然后你露眼看的 别人家看不到 你自己做个机会 你看得到 这也是属于这种牵出的 这种高科技产品 大都需要团伙合作 这是很多农村都在玩的一种牌酒 只是利用一个藏在皮带里的摄像头 就可以从牌的背面侧面 它是用机器把它压成的 做成这里面的 露眼是看不到的 非得用高壁的镜头 通过光学的原理 才能知道这个东西 这是实际上高科技的 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东西并不是姚建云擅长的 而是老江非常熟悉的 他们出签的手段几乎涵盖了所有牌的种类 因为我们这种人太多了 竞争力很强 挑战我们 所以说高速还有高速 姚建云说 在他们朋友中老江的签数比他更厉害 而且全都是现在很多赌场中 还在利用的高科技手段 他才是他们中的赌王 这个是S 放到这上面去 吹进去以后打开来 第一张应该也是S 先看到 走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老江 但是您看这画面很有意思 老江手里拿着一部画机 面对着一台电脑 这是在干什么 这好像给我们感觉就像是赌场的保安一样 在随时随地的监控着别人 前面我们也讲了 姚建云说 他的很多方法估计现在已经过时了 而老江对于现在赌场当中 经常会用到的一些比较有含量的这些道具 是非常熟悉的 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 我们就请老江来给我们具体的做一下展示 让我们看一看赌博有多可怕 这里面的谜局又多么的复杂 他外貌毫不惹人注意 却是赌徒们眼中的赌王 他几乎熟知赌场中所有的签数 如今却公开反赌 赌王到底会为我们揭秘哪些签数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赌王反赌 下集 赌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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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